主播说联播今天来说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70年前的7月27号 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 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每到这一天我们都会更加思念那些 魏国圈区的烈士 只要我们记得 他们就永远活着 离家上是少年之身 归来已是报国之躯 从2014年起 我国已经迎回9批 共91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一海 值得一说的是 从2020年起 在迎回烈士一海的时候 我国陆续派出了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运送 歼20空军战斗机等护航 并启用水门迎接一试 祖国用最高礼遇迎接英雄回家 就在今天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长春航空展开幕 四架歼20与运游20同框 这个画面是首次出现 空军8.1飞行表演队 红鹰飞行表演队 精彩亮相 炫雾蓝天 这一个个硬核场景 有一种大片集市感震撼人心 有网友感叹 感受到了写在素材里的 崛起的大国力量 据介绍 今年航空开放活动期间 恰逢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70周年 空军部分参加过 抗美援朝空战的 阴谋部队代表 受邀到现场 回顾战斗历史 讲述空战故事 这个细节很用心 既是对这一伟大胜利的纪念 也是对所有志愿军将士的致敬 山河无恙 英雄不朽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让我们一起努力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这是对英烈的最深切的致敬